作为太子妃,公然在御花园里同皇子谈笑风生,不怕人看见了传闲话。 不劳太子提醒,我自然是知道的。 魏英亦不想给她好脸色,倒是太子你,今日柳燕来了,你不去陪家人,却跑到我面前来添赌,您倒挺闲。 家人? 蓝湛愣了一下,哪有什么家人? 然听她这语气,蓝湛很快反应过来了什么? 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? 轻者自轻,太子若没做错什么,还怕人传闲话。 说完,魏英朝他行礼,太子若是没什么事,我就先走了。 免得,话未说完,蓝湛忽然再次揪住他的手臂。 魏英,你今日,蓝湛总觉得魏英今日有些怪怪的, 虽说从前他带自己的态度同样不好,但今日他却能明显地感觉到, 他看自己时充满了失望,甚至还多出了一丝恨。 蓝湛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,为什么他今日又是这态度, 想了想,问,你吃醋了? 因为最近宫里都在谣传皇上要给他那侧妃,所以他吃醋了。 魏英不由冷笑了一声,太子说笑了,平白无故的,我为什么要吃醋? 对,他都说过不喜欢自己了,所以又怎么会吃醋? 他甚至根本就不在乎他是不是在娶别的人进门, 这样的人,又怎么会因为外面的那些流盐而吃他的醋? 想到这,蓝湛捏着他的手心,不由地一颂。 魏英趁机后退了几步,今日风有些大,太子若无重要的事,我先告退了。 看着魏英走调的影子,蓝湛心里越发不适滋味了。 经末,不远处,经末听到叫声,迅速朝前跑来,太子殿下, 你有没有觉得,今日太子妃带本王怪怪的? 蓝湛问,经末愣了一下,心想自大婚后, 太子妃对太子你不是一向这样的,冷冷淡淡的, 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 然,他又不能这样回他,轻轻皱了下眉, 反问,殿下为什么这么觉得? 蓝湛元就不指望能从他的嘴里听到答案, 偏头丢了个嫌弃的表情给他, 又问,去查一下,太子妃这两日都见了些什么人, 或者听到了些什么闲言碎语? 是,殿下。 经末领了命,迅速去调查了。 离开御花园后,他迅速发了个暗号出去。 片刻,就有一个影卫悄悄悄到了甲山市后方与他见面。 属下见过经末大人。 嗯,经末面容严肃,瞥了对方一眼, 太子妃这两日都见了什么人? 宫里有没有人故意传些什么话到他耳朵里? 蓝湛的这支暗卫营招揽了整个大宣的所有奇能艺人, 或过目不忘的,或武功高强者。 总之,只要他们有一项优秀技能的,就能为之所用。 这个暗卫就是这个营里的。 他回到,太子妃每日居于明月阁, 基本不会离开明月阁一步。 除了今早,柳燕曾来找过太子妃, 且给他送了一盒糕点。 只是后来,二人聊得不愉快, 临走之前,柳燕的丫鬟还和明月阁的几个宫女打了一架。 打架了? 经末微微一震。 是,大人。 那影卫大致将早上明月阁门口他所听到的事情, 一一向经末汇报了一遍。 经末听完大吃一惊,难怪。 难怪太子今日觉得太子妃奇怪, 太子妃都被人打到门口了。 那人还是与太子最近谣传要被皇上赐婚的人, 太子妃怎么还会高兴? 行了,我知道了。 经末叹了口气, 这几日你小心一下太子妃那的举动, 若是柳燕再来找太子妃, 务必第一时间来报我。 是,大人。 属下告退。 那影卫离开后, 经末迅速回到东宫, 在书房里见到了太子。 太子殿下, 有没有查到了? 回太子殿下, 已调查清楚了。 今日一早, 柳燕曾去明月阁找过太子妃。 经末随即将暗卫所听到的事情, 一一向她再讲述了一遍。 蓝湛听完, 本就皱着的眉拧得更紧了。 什么? 是的, 太子殿下。 经末略微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, 一问地问, 太子殿下, 属下一直有一事不明, 不知能不能向太子殿下请教。 蓝湛正有些不耐烦, 但直觉感觉他说的事情会与此事有联系, 便耐下了火气, 说。 经末吸了一口, 咬咬牙问, 外头对您和柳燕一直是有些传闻的, 说你们, 两小无猜, 情投意合之类的, 不知太子殿下可有耳闻。 经末说的这些蓝湛自是听到过, 你到底想说什么? 属下知道你的是本不该过问的, 然我心里实在是太好奇了。 说到这里, 经末先替自己捏汗后又缓缓开口, 太子殿下您对柳燕一直青睐有加, 然却对又皇上赐婚之事不闻不问, 太子殿下您对柳燕究竟是什么情? 后面的话, 经末未说完, 然蓝湛知道了他想表达的意思。 确实, 他带柳燕的态度向来是和别人不同的, 只不过, 事出有因。 只因柳燕兄长曾是他的半毒, 还曾为救他受了伤。 因此, 他一直对柳燕颇为照顾。 现在, 若不是经末突然问起, 他甚至都要忘了。 因为他对柳燕照顾有加, 外界就因此传出了二人的绯闻, 说他与柳燕情投意合之类的。 而对于外面的传闻, 他向来又不大去理会, 只要影响不大, 他就不会在乎。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, 自己对柳燕的纵容会演变成柳燕现在肆无忌惮的资本。 思绪游离了一会儿, 蓝战眼光挪回到眼前, 经末, 本王对燕燕, 算了, 事已至此, 说那么多又有什么用? 迟迟等不到太子的答案, 经末疑惑地挑了挑眉, 太子殿下。 蓝战叹了口气, 不谈恶恶恶了, 说说太子妃。 所以依你所言, 太子妃今日对本王冷淡, 是因为在别人那里受了气。 是, 经末汗手, 他太没用了, 难怪会被人戒到头上。 蓝战脸了脸唇, 嘴上虽然嫌弃, 然而下一瞬便替他找了个理由, 说到底, 还是他那里几个工人太没用了, 没个有本事的人, 这才让一个外人欺到头上。 经末觉得这话挺有理, 殿下说得对。 蓝战思索了会儿, 去叫慧嬷嬷来。 是, 殿下。 经末领了命, 迅速出去了。 不久之后, 慧嬷嬷就被领进书房, 参见太子殿下。 慧嬷嬷免礼。 蓝战玩耳, 旋即迅速地站起来, 走到慧嬷嬷面前, 微微一笑, 多日不见。 嬷嬷可好。 慧嬷嬷是先皇后的丫鬟, 进宫后就一直在先皇后照顾。 蓝战小时候, 慧嬷嬷还时常教导于她。 后来, 先皇后故去后, 为了免于宫里其他人对她的迫害, 蓝战就将慧嬷嬷调到了东宫。 她虽不离世了, 仍一直受东宫下人们的敬重。 多谢太子挂念了。 慧嬷嬷回了个笑容, 不知太子殿下找晓得来, 是有什么事。 蓝战敏唇, 开始切入了正题, 本王打算让你去帮着照顾太子妃, 你可怨。 慧嬷嬷先是愣了一下, 但脸上随表现出原来的面容, 既是殿下要求之事, 晓得岂有不愿的道理。 殿下放下, 晓得一定尽心尽力照顾好太子妃。 好, 有她这番话, 蓝战就放心了。 眼光一到京墨脸上, 你去安排一下, 送慧嬷嬷去太子妃那里。 京墨, 是, 太子殿下。 二人领了命刚要走, 蓝战却忽然后悔了, 算了, 还是本王自己去好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